好继续带你来看到为了协助农民以及二类官兵顺利跟社会职场接轨 花莲县荣福处在19号就办理了就学就业以及职讯工作的说明会 为了协助农民以及二类官兵顺利与社会职场接轨 花莲县荣福处19号办理了就学就业以及职讯工作的说明会 由罗马可处长亲自主持 总共有60多名的荣民券二类官兵参与 去年辅导会推动的许多就学就业以及职讯辅导等措施 借由这些辅导机制协助农民二类官兵 在退伍后能够顺利就业进而稳定生活 那荣民服务处也在各方面尽量的来满足这个偏远地区荣民券的需求 那今天发言所有的发言我们都会消失的记录 纳入我们未来服务照顾工作的后续精进的相关作为 同时也提醒二类官兵务必在辅导期限内对于个人的职业进行妥善的规划 以免措施重要诚意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